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这个iPad上的破网软件给撤掉了 一开始我没太在意 后来我就到这个YouTube上 有关一些它统计的数据当中 其中它有一项就是 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设备来看咱节目呢 我发觉是从9月10号 应该是9月10号 这个苹果应该把在它苹果手机上 和iPad上的一些破网软件撤掉了 因为很多朋友翻墙看咱节目 翻墙当中很多人用的就是 这些移动的电子设备 从9月10号骤然出现了改变 这个非常清晰的概念 无论你是从前的角度来讲 从哪个角度来讲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场面 就是利益与人性 与这个道德 与这种之间的冲突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说中外有没有区别 我觉得反而倒一样 在面对利益当中 每一个人有着不同的选择 这是自己的选择 对吧 这个肯定 但是趋向于利益的人 趋向于这种因为的人 他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对真相的一种阻碍和恶杀 这是 这应该是肯定 那与此同时 应该前天我们提到的 就是我们提到蜜蜂那事 那有朋友也留言 那昨天我还看到 包括今天 我注意到在这个时代杂志 时代周刊 美国的也登了一篇文章 说中国中部呢 有41个人呢 被这个湖峰 大的马峰吧 大概是 具体咱不知道 说被遮了 41个人死了 被伤了 大概有一千多人 也成为了一条消息 那我们上次 在星期一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这个故事 我自己的故事 结果有朋友 在Facebook上留了个言 那咱先看看 那个朋友 怎么给我留的言 我觉得蛮有启示 朋友是这么说的 超哥看了您的节目 两年多了 这次听您说 你蜜蜂扎的事 着是有些担心 但是这又让我想到 我的导师 这应该是 被称为导师 应该他是读博士了 起码读硕士了 我的导师 常以宇宙的法则 告诉我一个概念 当我们下了决心 要做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宇宙就会给我们 带来挑战 有时这种挑战 是非常直接的 就好像是要刻意阻止 我们去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这些挑战 都不是不能克服的 相反 他只是测试 我们完成这件事的 决心和毅力 如果意志和信念 够坚定 这些挑战 都是能克服的 我想您这一次体验 是让我真正看到了 这个法则的体现 也相信您所做的 是在灵性的层面 被接受的 加油 我倒觉得 那这个概念 就他描述的概念 很清晰 而且特别他最后的 在他理解当中 就是 那今天我们做的一切 拿出真相 告诉朋友 这样的事情 在他看来 是被灵性的一面 所接受 那这灵性的一面 跟他提到的 宇宙的法则的那一面 其实是有完全 相沟通的概念 而提到 任何一件事情 必然有另外一件事情 他会遇到阻碍 遇到这样 相当相应的 一些阻力的时候 不正是我们 早就提到的 相生相磕的道理吗 我们不正是 在我的节目当中 提到 手心有多大 手背有多大 不也正是我们所讲说 中共今天 一定会崩溃 就在眼前 为什么 因为他干绝户事 绝门的事 救他行 救他对 他人 做任何事情 都是正确的 他有绝对化的领导 一切都是最直接 最绝对的 当你走到最绝对的时候 那只有魔鬼 当走到最绝对的时候 这个魔鬼所代表的意志的概念 他所阻饶的最惧怕的东西 正是佛性的一面 是不是这道理 这就是黑即避白 白即避黑 他相生相克的道理所在 那这个朋友 只不过是从他 导师教导他的概念去说的 而从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信仰的文化当中 早已经跟大家解释过 从我在我的节目当中 我就跟大家解释 要从人性的角度 和佛性的角度 看待事情 要尊重自己是个人 因为人是有立体的 是不死的 真正的灵性是不死的 只是在不同的层面 我们以当 符合那一个层面的 生命的方式所存在 只不过我们俩眼睛看不着 但是我们内心的 心灵的深处 我们灵魂的深处 是可以感知的 所以这就是应该讲 条条大路通罗马 但是走着走着 我们都知道 真正的概念 必然涉及到 人的灵性 人真正生命的意义之所在 那我们也提到 在现实的环境当中 今天中共所采取的方式 以表明他走绝了 没路可走了 也就是他死到眼前了 德国之声 有一篇文章 是这么说的 德国之声的这篇文章 直接这么说的 巨大的倒退 新领导下的毛复兴 他讲说 毛泽东死了 但他还活着 中共新领导人 不去反思毛泽东的错误 反而对他高呼万岁 观察家们认为 这是一个巨大的倒退 我的眼睛里 跟大家讲清楚了 没路了 文章讲说 让人没想到的是 毛泽东死后40年 这位中共的伟大领袖 却又回到现实中 习近平掀起了一场 意识形态运动 要求他的党 深刻整顿党风 并犹如文革中一般 让国家干部们 在会议上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 正是这批评与自我批评 夺取了上百万人的生命 这个阴暗面却没人敢提 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 文章接着介绍说 德国布莱堡大学的 丹尼尔教授指出 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远离对毛泽东的反思 这位对毛泽东主义 进行了研究的青年教授 对德新社说 政府拉紧了缰绳 我对中国现在搞的 意识形态的这一套 感到非常震惊的 因为人们不仅不去反思 毛泽东统治下的阴暗面 那个阴暗面 是今天当权者的 在他们上大学时 77年 78年 79年 80年 他们在唾弃着文化大革命 他们在诅咒着文革 他们认为绝对不能再出现 就是这批人 把这样的东西重新拿回来 多邪恶 你说这个体制多邪恶 这个体制放纵了人的欲望 让人们能够意识到 当我拥有绝对权力的时候 我会拥有一切 把人带向地狱 把自己人性的 以佛性的一面 给扼杀掉 今天就是一个绝妙的表现 但我还是强调那句话 共产党死到临头了 因为重新掌权的这些人 利用迫害他们的方式 迫害他们家庭的方式 杀掉他们父母的方式 去施加于整个社会的书 说明他们自己 就是这个体制的埋葬者 他们没有任何新兴的东西了 文章紧接着说 现在发起这场运动 完全是个大倒退 在电视上 人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坐镇党员的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讨论会时 干部们就像吓坏了的小学生一般 在会上比赛谁的自我批评更加严厉 这就是毛泽东领导模式的复辟 独立自由评论家张立凡认为 习近平的政策是在人民中 以党内巩固权力 他对中共领导层担忧分析说 重新评价毛泽东 会动摇共产党的合法性 共产党的合法性 并没有得到确定 他其实没有执政权 也不能高于国家 但事实上 共产党高于法律 决定中国的一切事 没错 有一个新闻词是这么说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立刻抢 如何如何 对不对 党和国家领导人 所以这就是我有时候 提到有关法治的时候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接受我的口吻 觉得你老一种嘲笑的方式 嘲弄的方式 特别是一些法学者 总是站在法律的角度去如何 人家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党在国家之上 国家是党的媳妇 多简单 法律是国家之下 是为了国家 生活在这个国家土地上的人 应该能够平等 自由安全的生活 保住自己的尊严 但当党在这 党都把国家强奸了 弄你法律 算他二奶已经抬举你了 所以这就是我一直讲说 这是他非常邪恶的那一面 通篇文章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今天是一个大倒退 验证了共产党崩溃 就在眼前 陈光诚有了一个最新的去处 德国之声报道这么讲的 陈光诚加盟了美国三家机构 将继续发出声音 陈光诚星期三宣布 他离开纽约大学之后 将在三家机构的资助下 在新的平台下继续发出声音 批评中共当局的非人道做法 文章讲说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面 陈光诚将接受美国 威瑟斯隆研究所 美国的天主教大学 以及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 继续他的学业和捍卫人权的斗争 他讲说 我相信人权议题 不仅超越党派政策的界限 也超越国界本身 他的目标是推动中国实现民主和宪政 并且赞扬三家机构 没有屈服于强权意志 文章里介绍说 威瑟斯隆研究所是一个保守智库 他反对同性恋 反对堕胎 天主教大学是罗马天主教会 在美国设立的唯一的一所高等学府 而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 是以兰托斯为名的 他是一个 兰托斯本身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 后来成为美国国会民主党的一员 以他的名义呢 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所以这三家接受了陈光诚 陈光诚在未来的三年里 在这三家机构的资助之下 继续在美国的学习和人道主义的这种活动 应该是这么讲 所以有文章也讲说 看来陈光诚是在这三年里面 他也很难回到中国了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人算不如天算 算了也白算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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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